五分钟带你了解股市小知识 什么是股息 Dividend 重点一 股息到底是什么 股息是上市公司在赚取利润后 将部分利润支付给股东的款项 按每季度 每半年或每年的时间间隔 派发给股东的资金回报 常见的股息种类有以下三种 一 现金股息 Cash Dividend 定期现金股息 是从公司的利润中以现金方式支付给 及股东的股息 二 特别一次性股息 Special Dividend 一次性股息并不会定期派发 取决于公司以某些特殊情况而派发 三 股票股息 Dividend Reinvestment Plan 公司将股息以股票的形式派发给股东 从而实行股息在投资计划 重点二 股息四个关键日期续制 一 股息宣布日期 Declaration Date 上市公司的董事宣布计划将支付股息的日期 以及相关的信息 二 除全日 X-Date除全日是确定投资者是否有资格获得当期股票股息的日期 在这个日子之前购买公司股票的股东可以获得股息 反之在除全日当日或之后购买股票的股东将不能获得股息 通常股票的除全日是登记日的前几个工作日 三 股权登记日 这是登记股东股权的一个日子 如果在除全日之前购买股票的股东将会被记录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 这些股东才有资格获得这个17公司宣派的股息 四 股息支付日 Payment Date 也就是公司真正支付现金股息的日期 重点三 如何看你是否有资格获得股息 看看一下案例 当你在7月31日卖出A公司股票时 你将不能获得股息 因为X-Date是8月1日 至于当你在8月1日当天或之后卖出股票 你还是能获得股息 如果你是8月1日当天或之后买进股票 你将不能获得股息 8月5日Entitlement Date是你所拥有的股票数量会记录在系统内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忽视Entitlement Date 当你在8月1日之前持有A公司股票 你将可获在8月27日当天收到股息的钱 结论 当你在查看派息文告时 你只需需要注意X-Date和Payment Date 只要你在X-Date的前一天持有股票 你就可获得股息 重点四 如何计算获得多少股息 方程式如下 每股股息呈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以Units计算 例子 A公司宣布将会以每股30cents的股息发放给持股人 投资人持有1万张该公司的股票 所以该投资人会在Payment Date获得0.30 X-Unit of Share等于3000的股息 重点五 股息需要缴税吗 如果是以个人名买卖股票是不需要报税的 除非是用Company的名买卖股票 重点六 影响股息的因素公司有赚钱才会发放股息 所以影响股息高低的直接因素便是公司的获利能力 因此股息投资者需要关注公司的获利 一般来说成长型公司不会把所有盈利都直接发放给股东 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开发投资项目 如扩建厂房 提升生产设备等 未来当公司每年获利提升 投资项目开始得到回报 便会发放更多股息回报股东 因此投资者需要专注在公司过去五至十年的财务状况 而不是近一至两年的财务状况 才能更合理评估公司是否取得正面成长 重点七 高股息率就好吗 有什么优缺点 优点 对投资者而言 高股息率代表每年从股市获取较高的股息 可将股息重复投入买进相同的股票 或是投资在其他资产透过负利的力量 让资金增值最大化 对需要从股息得到稳定现金流 特别是以股息支持财务自由 退休生活的投资者来说 股息越高 手上的现金流便越宽裕 缺点 许多投资新手往往只注意表面获得高股息 而忽略了公司基本面是否依旧健康 这是高股息率背后的缺点 若公司每个财年持续亏损 还照常派发高股息 这将会使公司的资金减少 基本面转弱 甚至开始走下坡 导致最后赚了股息却赔了本金 此外公司会在除权日 X date 也就是派发股息的日子 在股价扣除相应市值 这是因为股息只是把公司的资金 从账上转移至投资者的口袋 因此股价在派息日当天都会下修 投资者需要关注股价是否回升到派息前的水平 总结 高股息没有对与错 只是二者的利益不相同 有些公司会固定派发股息 有些公司则倾向将资金保留 用作公司发展 为股东创造更长远的回报 股息是累积被动收入的其中一个管道 但投资者在追求高股息回酬前 必须要做好功课 优先选择基本面稳健 近5-10年获利能力明显增长 且连续5年派息稳定的公司 进场后也要长期追踪公司的财务表现 才能每年安心享受股息的收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不错 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当然也别忘记点赞和订阅 此报告纯属知识分享和资料分析 不包含任何买卖建议 股票投资有一定的风险所在 在做任何投资之前 请向您的财务规划师 或投资经济询问详情 任何股票买卖上的金钱损失 数不负责